大家好,我现在是在广州 现在我来到了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 广州的小北路 这里被誉为中国最大的黑人集聚区 现在我已经走到了第一个路口 那么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探访一下 在这个小北路我们到底能够遇见多少黑人 这是第二个路口 广州一共有两个黑人区 一个是在山源里 另外一个就是小北路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黑人呢 因为广州是最早对外开放的一个城市 在1997年爆发了亚洲惊人的危机 所以一些东南亚的曼谷 以及一些非洲商人就来到了广州 1997年到2008年了 这是非洲人来这边金山的高峰 因为我们知道在小北路 以及山源里那一带 都是离服装市场很近 一共才看到三个外国人 而且还不是黑人 可能今天也是周末的缘故吧 或者来的不是时候 这是我们第一次在旅客 中文无论的记者 中文无论对手 中文无论对手 使用 CU